现在请李育哲主厨为我们介绍今天的马赛鱼汤 这道马赛鱼汤呢 它受众广泛亚俗贡赏 是法国人最常吃的一道非常经典的菜式 下面我为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制作这道菜 第一步 我们先在锅内放一些意大利香菜 葱和蘑菇 做调料汤 在做调料汤的同时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需要的海鲜制品 还有调味料 比如说像柠檬 还有就是马铃薯 就这么简单 好 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卡 主厨啊 又怎么了 再这么拍就拍不完了 请你们控制好现场 这么大的声音我没办法专心料理 控制 我的天啊 这是打雷 怎么控制啊 谁啊 把打雷给我控制一下 知道了 控制完再救我 好 夏明姐 你跟她说一下 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好 好了 好了 李主厨 你看 这一镜我们拍了二十多条都没有过 现在天气不好 时间又紧张 你看我们可不可以三步并做两步 直接进到下一个程序呢 西餐料理最讲究的是精确 也没有步骤可以省略 把步骤省略掉了 要观众怎么跟着学呢 难不成你想让他们 凭着意想和猜测 来完成这道马赛鱼汤是吗 海产品加工的程度和酱料的用量 都非常地讲究 甚至连罗勒的数量都会影响到 料理最终的味道 你懂不懂 这些程序我们后期可以再补充 您先将就一下镜头 等一下我吃的时候会装作 很好吃很好吃的样子 我李宇哲做的料理绝对不会将就 既然要拍 就认认真真一步一步地拍 而且 在拍摄之前 你就应该知道我的原作 好 来来来 开始 来 美味一颗主厨片二十四次 接下来大家要做的呢 就是切一些胡萝卜 就像这样 之后呢 我 家明 有人掉水里了 家明 家明 挺疼的 太好被我捡菜了 它对你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哪怕一片乐乐 也会影响整个菜的味道 既然邀请了你 就要尊重你的原则 乐乐还有一箱呢 水这么浅 有这个必要的 这个白羊 有艺香罗乐也不早点告诉我 这个冰纱 遇到他之后就没有发生过好事 把这个喝了 别着凉 身体第一 你先把它喝了 还记得你说过的吗 你说希望有一天 你妈妈能在电视上看到你 我们好好地拍摄节目 好让你妈妈能看到 好 就信你一会儿 好浓的酒味啊 当然了 这是九四年的大宝贝 市面上很难找到的 这可是极品 录个节目也要带红酒 那腔调真是装出了新高度啊 不是我带的 那是益兰送我的 立正 你疯了吧 这个红酒是益兰送给你的 只能你喝 他什么意思 终于也能猜得出来吧 尤其是益兰送给你 不可以 要不可以 去吧 你 去吧 你不想着 来 你这 你不想着 他 你不想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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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味道应该不错吧 你也累了一天了 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改成晚上拍摄了